你 四百米物资疏散 最重要的是要讲究体能分配 你前半程把力气都用完了 后边自然就没力气了 新城 到了我这个岁数 生生死死的事情见得多了 万事万物 讲究的就是一个平衡 你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集中到一个点上 那也会妨碍你看到其他更多 更重要的事情 当初找你进来 一方面是看中你身上的能力 还有一点 是你身上的乐观 有些事情发生了 你一日半会儿很难接受 但那是事实 你唯一要做的 能做的 就是正视它 面对它 在哪儿 有些事情 使我来说 你没有错 你没有错 因为我不想看到现场有两军遗体 来 休息一段时间 调整好了才归队 赵叔 义冰来了 我找西城 你知道 知道 西城呢 你看看谁来了 谁啊 谁来了 义冰来了 张姐 想吃什么 我马上给你做去 我今天吃过了 我主要是想跟西城说说话 说 好好好 那个 楼 楼上安静点 对对 快快快 放下放下 快去上楼吧 来来来 给我给我 那 我就上去了 快 快去 老赵 有喜啊 西城 让他们俩自己谈去吧 谢谢 过来坐 你来找我干什么 我没事 就不能找你说说话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头一次见 你系个围裙 戴手套的样子 还挺好看的啊 好看的话 以后我每次见你都 系个围裙 带服手套 小领导 小领导 你为什么做消防啊 跟你一样 就是个工作 但后来不一样了 是为了救人 经历多了 看得多了 自然就不一样了 是为了 我可能 以后就不做消防了 自从天乐当了我弟弟之后 他做很多事情 都会征求我的意见 我唯一的意见 就是让他想好了再去做 但前提是 一定要想好 那你为什么做消防呢 我啊 为了张姐 小的时候 我爸走得早 我呀 小的时候很调皮 张姐把我拉车大 算是操碎了心 所以 自到我懂事开始 我就跟自己说 长大了之后 一定要照顾好张姐 所以呢 我就哪里都不敢去 守着张姐帮她看看店 送送货 弄弄海鲜 但张姐不希望我 一直这样过 所以她总是说我 不务正义 说我一直在瞎混 不是不能去其他地方工作 我只是接受不了出差 我这一出差我就 要离开张姐那么久 我就希望能一直陪在 张姐的身边 所以后来呢 就因为又碰上了 那个火锅店着火 然后战略就来找我 我本来是不想去的 可我过后仔细想想 我认为了 我成为一个 有担当的人 才是张姐真正想看到的 老孟 牺牲在我面前 我就怕 哪天如果是我牺牲了 我不知道张姐该怎么办 张姐有你这么个儿子 她很幸福 她张姐啊 面条我已经下锅里了 累了一天了 咱们先吃点东西吧 好吧 好 别擦干净了 赵叔 张姐 我先回去了 要不再多坐一会儿吧 我今天还值班呢 就不留了 好吧好吧 路上小心啊 好 车行在那边等着了 谢谢 慢点 我先回去了 臭小子 你们聊什么了 没什么 就随便聊聊 我告诉你啊 义冰这个姑娘 我可看上了 赶紧给我娶回家里来啊 知道了 知道了 听你妈的 对 还有一个啊 你要替老李家 争口气 别让我失望 她张姐 你那是老关键了 西城这么聪明 个人问题 还有你操心呢 好了 面条已经差不多了 咱们进屋吃点东西吧 好吧 走 走 走